想嫁给明轩的人 从明远已经排到黄浦江了 我劝你识相一点 没想到夏总监 觉得女人的志愿 就是结婚 嫁人 还真是蛮有趣的 你别在这儿跟我说什么大道理 除非你发誓 你没有这种想法 我为什么要跟你发誓啊 就算明天我就和唐总结婚了 那也是我的事情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需要向任何人 来交代这件事情 你们两个不吃饭 在这儿聊什么呢 我们在聊面料的事情 我现在就给采购部打电话 让他们把面料准备好 给你送过去 我先走了 莫菲 小心 你我的抛六 礼王 对不起啊 为什么要道歉啊 我刚刚有一些冲动 说的话 可能会对你 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夏总监 太为难你了 他自己也没讨到好 应该不算吧 但你明天又没有打算嫁给我 什么 我刚才看了一下日历啊 明天是个好日子 万里无约 这样 再过三天周六呢 咱们双方父母先见个面 然后周日去买套房子 下周三你确定一下宾客名单 下个月的这个时候 咱们来去办我们的婚礼 我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婚礼你应该喜欢重视吧 我也喜欢 对了 婚纱是不是需要你自己来做啊 一个月的时间 会不会太仓促了 你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刚刚说的只不过是气话而已 可是我当真了怎么办 难得看到你说不出话的时候 是 你在骗我是不是 你就知道欺负我 我走了 我道歉还不行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我现在就回法国 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就回去 我不要夹当你和夏总监 之间受你们两个的气了 要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你 我跟你说你 你 你别来这一套 好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都要认一认的 我会在这里 就知道你了 你总喜欢傻傻的看着我 不是 这是公司影响吧 万一被别人看到了 看到了又怎么样了 我怎么这么大的 走吧 带你去吃个饭 看你怎么表现吧 看我怎么表现 你都不想嫁给我 吃什么饭啊 我 我 我饿了 你都那么胖了还吃啊 我哪里胖 走 吃饭去 赢了 真的是从小到大 一点长进都没有 哥 你就不能让让我吗 你自己吓得臭气 我怎么让你啊 那女孩子真的是 真是 我们女孩 还有谁啊 这么晚了 你得赶紧休息了 我得早点走了啊 哥 你可别转移话题啊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谁跟你说我谈恋爱了 你自己啊 我说过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你这明显就是欣虚了啊 是不是画像上那个女孩啊 你可跟我讲讲她啊 你没有有女朋友 为什么不带她来见我呀 她呀 她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吧 我 我 为什么呀 她为什么不肯原谅你了 没什么事 人家有男朋友了 你早点睡 好好休息 别着凉了 走了啊 哥 我想喝橙汁 这大半夜了喝什么橙汁啊 我就想喝嘛 想一出是一出的 你去给我买去 行 拜拜等着我啊 嗯 你还记得了 他们跟你说倩倩住316 还是B318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对不起啊 有一位方倩小姐是住在哪一间 是在318 在那一间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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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妈妈 您怎么来上海了 爸爸 妈 爸终于又见到你了 妈 之前你把妈给吓死了 对不起 爸还以为 他以为你没了 对不起 你 你到底到哪儿去了 也不给家人打个电话 妈妈对不起 我去吴国线索日到联络园了 我那个地方没有通讯设备 不是故意要躲着你们的 你还没告诉我 您怎么来上海了呢 爸爸一接到消息就 就飞过来了 你疼呢 爸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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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告诉爸 你疼吗 难不难受 我一点都不疼 你快坐 爸 他们说你生病了 你哪里 你哪里不舒服 告诉爸 没有 爸 我很好 有没有好好照顾好 自己的身体 你的血压那么高 对 你还没告诉我 你 你哪里疼 我现在会当血压了吧 来 你这么着急过来 血压一定很高 你别动 都说女儿是贴心小缅啊 倩倩自己生病了 可还惦念着你 放轻松 你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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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又没装不好自己的身体 你怎么答应我的 把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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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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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段你多喝了 对不起 原来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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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